有人吗 师傅 您能快点吗 好好好 好的 好的 有人吗 糖果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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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你这事 快醒醒 果儿 果儿 快醒醒 我说天天啊 天天 你怎么来了 你走啊 你别跟我当天当碰了 果儿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你男神哪 他怎么不管你了 唐谷 沈天天 你们认识 你叫他唐谷 他叫你沈天天 你能告诉我 这到底怎么回事吗 你怎么在这儿啊 唐谷他这儿怎么了 天天 天天 你醒醒 你衣服出去 天天 我穿衣服 天天 我穿了个男生 我穿了个男生 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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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 我穿了个男生 我穿了个男生 你问我 天天 他就是我的男生 我好喜欢他呀 唐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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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谷你怎么了 唐谷 怎么看啊 你们看 我男生他 超级浪漫的 张飞 这怎么回事啊 你把他怎么了 你知道他是 真正的唐谷是吗 只有你傻 只有你不知道他是谁 你喜欢他是这个冒牌货 王爷你说什么呢 他还没喜欢我 那你告诉我 他为什么一直拒绝唐谷 张飞 你到底把他怎么了 你答应过我什么呢 以他对我的感情 需要我对他做什么吗 今天一大早 我被人骗到桶里 然后被误导进入这个房间 现在我进这个房间 我想我曾经知道的沈天天 你们都叫他糖果 曾经叫糖果的 你们都叫他沈天天 你们谁能告诉我 这到底怎么回事 李安排他 你故意告诉我 糖果跟朝明远约会的事 又故意把地点告诉我 就是让我过来 看你们这出好气 对不对 王爷你能别瞎说话吗 那这么说这通电话 不是我 那还能有谁呢 我怎么知道 这个钉子 是找我轮胎的钉子 这也跟你有关系是吗 这个钉子上面有编码 我爸爸以前是李家的原钉 这个钉子 是李家特定的钉子 现在你妈妈是他们家的原钉 你告诉我 这件事不是你捣的鬼 是谁捣的鬼 张明远 这就是你喜欢的女人 她才是沈天天 太不可思议了 真的不是我做的 虽然现在这些一点 我都没有办法解释 可是我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下药给我的闺蜜 我为什么要把他们两个 关在这个房间里 你们好丑啊 沈天天 你一定要帮我追到男生 我好喜欢我的男生 一定的男生 沈天天 你真是名不其实的李家的下人 他让你干什么你都不拒绝 他让你假装糖果 去跟赵明远约会 你也不拒绝 现在他让你替他追赵明远 你连这种下跡的想法 你也想得出来 我说了不是我 我都不知道他的男生 就是赵明远 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倘伙这么单纯 他什么事情都告诉你 你这样对得起他吗 你是个人吗 现在好了吧 你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因为我都说中了 对不对 我不相信是什么 我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反正这件事情不是我错的 王爷 你真的觉得我跟糖果儿的感情 都是假的吗 赵明远 你觉得我沈天天 真的是那种不择手段的人吗 其实他们两个人 互换身份的事我早知道了 你也喜欢糖果啊 所以你让我离开跆拳道馆 让糖果儿千方百计找不到我 对 可惜了 对不起你 不是 赵明远什么意思啊 对不起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反悔了 你是不是现在彻底想跟沈天天分手 然后再跟糖果儿 不是 赵明远有意思吗 做个争名处理小人就这么有意思吗 你冷静点 我对不起的意思 是让糖果儿找到我了 仅此而已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我不知道撮发这件事的人 到底想干什么 很简单啊 这事是丑闻 这事能让你们两家联姻的事彻底完蛋 联姻 你不知道吗 你爸跟李曼丽正在商量 你跟糖果儿的婚事 你们两家联姻 那不等于两个公司联合了吗 这让别的公司还有什么活路啊 所以现在啊 谁最不想让你们两家公司联合 谁的嫌疑就最大 最不想看见我跟糖果儿结婚的 不就是你吗 我跟你说啊 如果是我 昨天躺床上的肯定是沈天天 怎么样 自己看手机 之前我还怀疑沈天天的 现在我刚肯定不是她 因为他们俩人的教训啊 她干不出这么绝的事 那你觉得丧容呢 丧容更不可能啊 这件事从约人到媒体曝光 是个连环套啊 她没这脑子 而且这么快就上媒体了 她哪有这个人力 哪有这资源啊 这件事的木偶黑手啊 肯定是个大人物 你一会把我送到地铁站 我得赶紧回公司 查查李曼丽有什么死对头没有 我直接送你去公司吧 不行了 咱们两个公司是竞争关系 别别人看见 还有啊 李曼丽肯定也看见这新闻了 你就不怕她咬死你了 现在李曼丽最想咬死的 不应该是我 应该是你前记者 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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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